美国的劳工局每年都会提供非常详细的数据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在2022年 所有被批准工作签证的这些幸运儿 他们都是搞什么工作的 劳工局他并没有说这个人的学位是什么 他从哪毕业的 但是他有非常详细的数据 就是他是在哪个公司职位是什么 那我们通过职位就能够反推到 将来我学什么更容易能够拿到工作签证 那在2022年前20名拿到工作签证的职位都是什么的 我们先说结论 这里边有12个都是直接软件相关的职位 有5个都是数据科学相关的职位 比如说软件工程师这个职位就批准了4万2000个 软件开发工程师批准27000个 高级软件工程师批准了1万个 然后Java开发工程师是2000多个 这些是软件职位 那除了搞计算机的 那么另外一个特别大的类型就是搞数据的 比如说数据工程师批准了3400个 数据科学家批准3300个 分析师批准3300个 业务分析师批准2400个 数据管理员批准2200个 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都去搞数据 其实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搞数据是拿工作签证的大户 第二搞数据是你本科的专业能够转行的 相对比较容易的这样一个专业 比如说有的人想直接转计算机 那么它涉及到的工程的基础数学的基础 计算机科学的基础 它就比较多 而你搞数据就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你以前学的课程 只要是有数学有统计就差不多了 因为本科生都要学数学统计 那么另外数据它的设计面也非常广 比如说我搞健康领域的 搞生物领域的 搞IT领域的 银行领域的 那么你是以前是学生物的 是学商科的 去学工程的 你将来都可以去搞数据 所以这是为什么非常多的学生 他愿意去转行去搞数据 比如说你学的是图木工程 你可能不太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转了数据以后 你就更容易找到工作 这些大厂中厂小厂 他都需要数据的人才 所以这是为什么计算机相关的行业 数据科学相关的行业 现在是受大家读研就业的这些同学的 青睐的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我们来美国留学 一定是要看到这个结果 你别说我就喜欢搞舞台设计 就喜欢搞艺术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我搞艺术来美国留下的可能性 一年可能就有十个 但是你要是学数据 或者学计算机 就有几万甚至是十几万的就业的机会 好 像今天讲的美国工作签证 批准的数据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你 或者你周围的同学或者家长 也可以转发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转发 就能改变他们留学美国的道路 美国学学会找货人 我是常任老师 你可以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